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我們又去CAMP了 今天就去大浪東灣露營 東灣其實就是在西貢交易公園的東邊 你會經過大浪西灣這個地方,可能你會聽過 你上網看,可能就會搜尋到一些很漂亮的沙灘 自己搭的那條小木橋,或者海風士多 我們都會經過的 但因為今天會走得遠一點,怕營地多人 所以我們就早點出發,快點買東西就趕快進入營地 由於今次的CAMP都要走得比較遠 所以在想買什麼東西吃的時候,都要考慮重量 盡量都以小罐頭、輕身的包裝為主 而且營地是沒有垃圾桶的 走的時候要帶走所有的垃圾 買完東西吃之後,我們就搭的士去黃石碼頭 再搭快艇 記得上船之前就搭回風衣 因為就算夏天也好,在海道也會很大風 雖然這裡一開始都是在上斜 但其實它也是有鋪好路,也算是很狠的 不是自己走出來的山路 上完山後就會回到鹹田灣沙灘 在鹹田灣這裡有一間很有名的海風士多 通常登山人士都會來到這裡作為中途站,休息一會 那一整個小時都要在這裡吃個晚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裡的菠蘿冰梳打 這是大朗西灣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沙灘很乾淨 然後是水清沙幽 所以又有一個名字叫做香港的馬爾內夫 那邊有些營 有人紮了一個營 也在遠處的那邊西灣 也有些人紮了一個營 很多人都過這條木橋 至於大灣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 我想你一會兒去看那些片段 你就會知道那個沙灘有多大 整個大灣沙灘要走三至四個小時才走完 之後我們就再上山去東灣 我在拍一條路給人看 這裡的路是多麼崎嶇 極度容易就會擊倒 我看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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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深厚这个山的后面 就是大浪大湾 然后再过一点我们海峰士多 就是咸田湾和最远的西湾 total就是大浪四湾 终于来到东湾营地了 结果有什么位置呢 先看看 是有些人在 所以我们就要再走进一点 幸好有另一块空地可以扎营 我们就完成了 但是还有少少时间未日落 我们就去东湾的沙滩玩一下 看见了 日落超漂亮的 不得了 明天呢 日出都应该是在海那里出来 东边应该是这边 现在就收了太阳了 对吧 那我们就开始煮食了 其实这次丰富得来是有点奇怪的 我们有个人带了底脸糕来 不知道放了多久 但是又做到粘底了 不过最重点也不是这些食物 是我们尝试在野外用炭火焗面包 首先就用石纸蒸出来 大约A5的尺寸都可以 把插好的面粉团打平铺好就可以了 之后再加你想要的配料在下面 我们想做腸仔包嘛就下了腸仔 不知之后我们就硬地卡进去 这个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我问他发大了是不是这么多 不知的就是样子 哈哈哈哈 玩食物呢 哈哈哈哈 我会在视频简介里放一个制作方法 在烤的时候我们就先煮其他食物 蜜糖强蜜牛油包 吃剩! 究竟我们的烤仔包会怎样呢? 试试 嘩 它飛出來,但卻黏住了 真的黏住了 他們的鞋子很舒服 很興奮 神經病 大家是否沒見過這樣的腸仔包呢 不要緊,沒人見過的 爆了爆了 你快聞了焦味才過來 嘩,鐵砂掌 對 鐵砂掌,真是 阿叔說輕鬆 香草麵包的感覺 真的有香草麵包 要洗的 很美味 很熱 你吃過芝士場的鞋子包嗎 本來我是打算起床拍日出的 但睡到已經10點了 為何睡得這麼好呢 就要多謝我這個地獎和睡袋 我露營用品的影片已經說過他們有多棒 有興趣可以待會再看那條影片吧 嘩 現在起床對著一個景點 很棒 現在先煮早餐 嘩 由於我們通常都是很遲才起床的關係 所以我們走的時候通常都是曬的時候 現在應該是1點半左右 好,我們就收拾東西準備走了 我們今天走的時候 跟來的那段路不同 我們走就走回沙灘出去 我們爬過這些石 就經過沙灘出去大灣 再去鹹田灣那裡 再去鹹田灣那裡 剛剛這條路呢 除了一開始那些 這麼小的石頭之外 還有一些碎石的路 還有一些墨林 所以如果真的沒什麼經驗的人士 就盡量不要走 走回沙灘就好了 還有因為有些位置 那些位置還要是非常窄的 就是你左手邊就要是沙灘的 這樣掉下去 所以就真是暗一點 大浪東灣就要走遠一點 但是景點很漂亮 當然我們不會每次都走那麼遠 因為很多時候都想選一些 方便一點的露營地點 可以帶多些種類的食物進去 可能有時候有些要冷的 就不放那麼久 你看我其他片 每次都會煮不同的食物 有興趣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到我出片的時候就會有通知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可以like了它 即是告訴我 好不好 還有可以分享這條片 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可能有些都大家去開攝影 或者你想吸引他去攝影 都可以的 我是Dixon 我們下條片再見 這條片 我已經沒有了 dans 心情 我現在已經有了 散過了